我们有一整天的时间来探索雷克雅维克 这就是有名的珍珠馆 但是我们来的太早了 很多展览还没有开门 在珍珠馆可以俯瞰雷克雅维克全城 雷克雅维克是北极圈里的城市 它的人口大概在12万到13万左右 这是萨嘎博物馆 是用和真人比例相同的蜡像来讲冰岛的历史 挺有趣的 雷克雅维克是世界上最干净 最环保最安全的城市 街道上也有着浓浓的艺术气息 街道上也有着浓浓的历史 此类似的历史 Glueberg Line 居然纠色签 最环保最均力的历史 所以我们在陈远国家 尤亚的历史上市 上市 的历史上市 的历史上市 已经在历史上市 是雷克·雅威克的貿易會展中心 整座建築的靈感來自於冰島特有的黑色玄武岩 雷克·雅威克·雅威克·雅威克 這個鯨魚骨雕塑是雷克·雅威克的地標之一 7月底8月初的冰島還是寒風陣陣 所以要代購仿寒的衣服 冰島的生活水準很高 另外處於北極圈,物價也是比較昂貴的 我大概計算了一下 我們這次旅行包括機票、住宿、租車、保險、汽油、吃飯 平均每天的開銷大概需要一千加幣 但是冰島真是一個神奇的地方 令人終生難忘 付出一些代價還是值得的 圍城的飛機飛越格陵蘭島 可以看到大片的冰川 也看到很多融化的冰塊漂浮在北大夕陽中 非常壯觀